我去烂乎 好不容易来趟顺义啊 我想尝尝这家 也是香上他们家的烂蒜肥肠的 还有红烧肉 林达寺餐厅 咱就说得尝尝这个吧 咱就说得来一个吧 这个看 咱们给人炸的名买这么贵 这其实是198我觉得 红烧肉不错看看 水淋淋的 这种锅我还是第一次捡这么装的 这是姜要炒饭 然后上到这个是蘑菇酱 尝尝这个招牌红烧肉啊 还限量 不过这个点来还行 我去烂乎 哇 好吃 它这个没有那么甜 它是咸口高于甜口 但是是回甜的 炖的特别烂乎 它是那种颜色偏深的红烧肉 没有那么红 好吃 哇 这个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的 它那油亮油亮的 我应该点白饭 我不应该点炒饭 尝尝这个 这个是烂蒜肥肠 这料还挺多的 而且它这小锅我很喜欢 就有一种 就是锅仔烂蒜肥肠的感觉 其实它跟炒干有点像 就是它里头没有干 它是全肠的那种 勾锅茄的 然后加上很多的蒜末 然后跟肥肠 它们凹到一起的 这个芡汁和这个肠子看着都不错 嗯 不错 炒的块儿比较大 但是里面加抹丝了 加了点脆感 但是传统做法应该是不佳 肥肠没有那么辣 这会带点焦头 现在大伙吃肠子 哎呦 哎呦 肠丝 今天菜我最喜欢的三个 嗯 炒干烂蒜肥肠 看人家的炸盆有点弹性 有点嚼劲 对 没有那么辣 但挺好吃的 其实 这家其实不便宜 一份炸盆的卖到47 没手得点 一会儿点了一条做里面 这颜色不错 而且就是我一直想知道 它是怎么能炸到这么泡泡的 你尝尝尝尝尝尝 面锅感厚 稍厚 那这个肉感觉 面面的 麦香可以 这吃起来 属实是一般了 看吃我的烂蒜肥肠 真不错这个 烂蒜肥肠 烂蒜肥肠 那边试试 一定会按上 勾一下蒜香大肠子吧 好吃 看人家以为这店名 听不见像西餐 以为做什么意面 鸡肥肠 那些 羊排牛排 因为她推荐的她第一名 是红生肉 你知道吧 嗯 然后都没空气住 鸡肠哥 这两个菜 紅小的味道 我还点了她开拍 我看平 decorating还不错 镜和炒饭配蘑菇酱 这颜值的确还不错 这每一粒都裹上我一个醬油 这个颜色 还行 对 其实就是酱油炒饭弄的稍微花热了一点 也没有很惊艳的那种 好像没有汁啊 我突然觉得他们家的菜和饭弄的油多不少 我的妈呀 感觉很香的样子 好了 好菜 我这红烧热吃起来不腻 他把油都给弄出去了 想在这碗里面 这油真香 再来碗了 放肥肠 我捞到底 料还都挺多的呢 非常制品 就是快乐园前 我挺喜欢那小瓣锅的 这估计有个8碗的量 7-8碗的量 人也不少 烹饭了 哦 这现在卤得热下 你不吃了 不吃了 不吃了 你真不错 真的要夸一下 我在北京吃过那么多红烧肉了 大肘子和大猪头 每天给你们做一个会子 北京吃猪攻略 顺义天竹附近的小伙伴 想吃不上肉可以来尝尝 还有烂蒜肥肠 如果特别远的话 吃着不必了 以前11节片竹 我就想起西游鸡 片竹上的 沙绿蛙 沙绿蛙 西游怎么着 拜拜 有这么不少啊 这感觉半个面应该挺香的